哈喽朋友们,我是凯云,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GoPro 9的专属配件 GoPro Max Lens Mod 这在台湾的公司货一直都缺货 就我买不到,所以我就在台湾最下的那个平台上购买了这个GoPro Max Lens Mod OK,所有盒子里面有说明书跟保证卡 有一个小小有GoPro Logo的擦拭布 最后就是我们的GoPro Max Lens Mod模组了 这就是我们的GoPro Max Lens Mod 小小镜头,模组,广角 这个镜头就是把GoPro原本已经很广的视角 让它更广的一个神奇小工具 那我们就直接来组装看看 怎么把它塞到我的GoPro 9上面咯 就这样 轻轻松松就给它装上来 那我们就要在GoPro里面开启我们GoPro Max Lens Mod的设定 加上GoPro Max Lens Mod会让这台GoPro 9 它的影像稳定的功能又更厉害了 根本就是超越影像稳定器 就是电子稳定器 我讲的是真的超猛的这种电子影像稳定器 不是那种垃圾稳定器哦 是超越这种的功能 真的是很浮夸对不对 为什么我说它已经超越那种电子影像稳定器呢 因为它没有在装这个GoPro Max Lens Mod之前 它的影像稳定功能就已经跟影像稳定器差不多了 它可以有保持45度相机倾斜角度的水平 就是如果你GoPro这样子倾斜45度它还是保持水平的 那加上这个GoPro Max Lens Mod 它整个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层级 就是它可以360度的影像稳定 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对吧 什么叫做360度的影像稳定 就是360度它永远都可以保持水平 这很抽象 我们直接来拍给大家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OK我们GoPro已经开始录影了 我们在平常没有装镜头的时候 它只能到45度 然后让影像保持水平 但是加上GoPro Max Lens Mod 它可以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整台相机颠倒 还可以让它影像保持水平 再继续转 我们可以有360度的让影像保持水平 这真的是超佳 没有一台摄影机可以办到的一个功能 这真的是超猛 我可以直的拍横子拍倒过来拍 如果你买了GoPro 9 你一定要买这个GoPro Max Lens Mod 因为它真的是 可以让这台GoPro 9加很多分 就是360度的影像稳定 这什么东西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小配件 如果你说我平常根本不会用到 什么360度的影像稳定 那我们相机可以选择说 我们要不要保持水平 就是我们要不要旋转的时候 画面也一起旋转 但我发现如果开启跟关闭 其实它的视角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买这个GoPro Max Lens Mod 理论上你就是会开启水平保持的那个功能 如果你不要水平保持的那个功能 或者是你甚至都想要把影像稳定关掉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买这个GoPro Max Lens Mod 因为原本裸机 就是没有这个GoPro Max Lens Mod的时候 拍起来就已经够赞了 不需要买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需要水平保持的话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个GoPro 保持水平的这个功能真的是很瞎 就是你平常摄影机 不管是GoPro或者是其他摄影机 你要保持水平的话 就是你要有地平线那个水平的话 你相机就是要有水平嘛 那但是GoPro 你这样子拍 也是保持水平 就你不需要理水平线到底在哪里 你只要拿着GoPro你拍了就是水平 这真的是 嗚嗚嗚嗚嗚嗚嗚 所以你这样顶倒过来拍 也是水平 你这样子直的拍还是水平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超萌 像是这种电子影像稳定器 它还是一样超过某一个角度 它就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我才说 这台GoPro 9加上GoPro Max Lens Mod 真的是超越电子影像稳定器 而且你看一下大小 这个是影像稳定器 还没有加上它的框框 也还没有加上摄影机 就这么大了 GoPro这么小 然后跟这个 还超越它 什么鬼 帅到炸开来 你送我一台新的摄影机 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帅 这真的是加上去是你拍 可以拍到你平常 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真的是 很猛 那我最后还会做一个深入的测试 就是测试它的光学品质 然后给你们看一些 它的拍摄范例 但是在另外一个影片 之后会做 OK 这我们今天的GoPro Max Lens Mod 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 来当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一个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